比賽結束 蒙古選手機動跪地 而紅色的中華小將 張正豪難掩失落 因為他在最關鍵的四強賽 以7比12敗下陣來 無緣進軍 巴西搖運 自己真的盡力了 對 我覺得我堅持了很久 雖然最後還是失敗了 對 但我覺得 這是我人生很可貴的事 進三軍 開始 第八軍 真的很可惜回顧整場比賽 已經連過三關的張正豪 一開始就落後 雖然第二回合追平比數 但終究還是不敵 蒙古選手的攻勢 好幾次重心不穩 遭到警告 最後四強止步 他也盡力了 那在最後的時候 這個蒙古選手 真的是出乎我們預料之外 真的是上一場 他已經爆炸式的 這個體能用完了 結果他還繼續的 可以這般猛烈的攻擊 雖然輸掉了奧運門票 但朱木岩還是給子弟兵加油打氣 女友黃懷軒在旁邊偷擦眼淚 劉威廷也前來安慰同伴 總是今年的八系奧運跆拳道 黃懷軒拿下資格 莊家家以排名挺進 張正豪四強止步 劉威廷銀牌晉級 總共有三席 追平上一屆的倫敦奧運 對手的作戰 其實在策略上 其實我們也學習到很多的經驗 想要四席拳上就差離門一角 接下來選手們要備戰里約奧運 相信跆拳道依舊是中華隊的多牌指標 記得董哥軍賴斯好 菲律賓馬尼拉採訪報導